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期间 这是我们1794期的节目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SS109号来自于大黄蜂电影里头的概念稿 密卡登 Megatron 109号目前在台湾还是属于非常不容易买到的状态 扑货量非常的少 它是一个三变的家伙 这边的话有一个类似于扫描过程中的图像 它是一个概念稿 也就是说实际上它并没有在电影里头出现 那我们开始今天节目之前的话呢 容我做个几秒钟给自己安利可以吗 我不安利别人我安利我自己啊 那我现在的话呢从事摄影工作 那是我这个2024年第一本的实际写真本 那蛮厚的一共有88页 那其中的话呢 大家前一阵子有看过这位Cose呢 为我们做过约翼的这个SHF的开箱 那当时很多朋友留言说想要买他的实际本 那这一本的话呢 里头四分之一的内容是属于他的 那其他还有 还有几位Cose 有这个福利莲 还有就是原神的甘雨 还有就是咒术回战的珍惜 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私信我啊 我会告诉你怎么样去购买到这个实际本 好了给自己安利完了 怎么样 这个操作还可以吧 那这个SS109号呢 目前呢 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 有人说呢 它是几乎跳不出缺点 没有毛病 各个方面 把它吹捧上天了 我觉得呢 这个固然呢 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它的一个神秘感啊 就因为玩的人很少嘛 那有玩到的人呢 自然而然会给它比较高的评价 而这个之外 它确实有相当过人之处啊 光是这个人形的话呢 这涂装的这个银色的漆面呢 就已经给人非常高的分数了啊 而且是很有层次感的一个银漆分布啊 那身上呢还有一些黑色红色的点缀 那胸口的这个 Dissipation的标志呢 可以说是异常的霸气 而且呢 它这个由一个特殊的一个角度啊 很容易去受光 这个狂派的标志呢 很容易就消失在光芒里头啊 各位如果你实际上 有注重打光的话呢 你就会去发现到这一点 那它的前后左右 各位都能够看到啊 以现在的官方玩具来说呢 这么杂实饱满的一个样子啊 是非常之少见的 而作为一个大红风电影的家伙的话呢 我们呢 就拿出大红风电影的SS 38号啊 但是呢 呃 我这个是属于 一个纪念版的38 不是标准的38号的一个配色 所以可能图案跟各位看到的会不太一样 那可能各位觉得说 嗯 这两个都是大红风电影 但其实上画风不对啊 是的 以头身比来说 38号呢 完全跟它已经是不搭了啊 反而呢 要用102号 来跟它做一个对比 这个身形比例的话呢 会比较接近啊 身高的话呢 Megasome稍微大一点 但是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L级的玩具 那这样子看起来到底 嗯 该怎么说呢 就不管了啊 至少的话呢 在画面上还是比较协调的 那我们也可以请其他的几位 他的狂派的队友 我们稍微组一下狂派的三巨头吧 音波 还有一个这个 Starscreen 我们让它三位站在一起 你可能会感觉 这个画风 好像也是不太对啊 为什么呢 这个家伙你太华丽了 全身都是银色的漆面 后面这两个塑胶色的家伙 情何以堪呢 对不对 那我们的话呢 还可以拿出一个小家伙 这样子放在一起 这个狂派的几个巨头的话呢 也算是凑齐了啊 接下来呢 就来一同看他的一些细节吧 首先呢 这个面调呢 非常有电影系的生物感 五官呢 其实都有 眼睛呢 是雪红色的 头上的话呢 也是一个水桶的 一个盖子的一个形状啊 只是呢 做了一个更加 贴近于真人电影的一个设计 头部的一个球形关节 手臂的话呢 平举啊 这里有一个开口 额头肌本身可以转动的 手肘可以弯超过于90度 拳头自己可以转 而且的话 有独立的这三根指头跟食指 一共有多处的关节可以动 那他的小臂呢 又可以单独的做一个转动 那小臂在转动的时候呢 有时候你可能就是要 稍微去配合一下 轴部的这个关节啊 不要转到不应该转的位置 转到不应该转的位置 也是能转的啊 就看一下 要转什么效果啦 腰身的转动呢 在偏上面 炮的话呢 没有发光的装置啊 只是做的很巨大而已 本身的话呢 这个部件的话呢 可以稍微的去调整一些 可以动的一个范围 这个炮这个位置的话 也是可以做一个 变形之后 也是可以做一个转动的啊 你可以这样子过来 把它给扣上去啊 应该是要扣杖 才是比较完整的 这一片呢 要不要放出来 就看你个人的喜好了啊 手臂转出来之后啊 由于他有一个 前后的一个关节 所以的话呢 这个手的话呢 做一个 不同方向的这个扫射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 你稍微去切一个角度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了 这个家伙可以说是 非常的霸气了啊 那他的裙甲设计呢 也有一点意思啊 来看一下 他的裙甲侧边 这一片打开之后呢 他可以推到后方 所以你要完全 啊啊啊啊啊 踢太多了啊 这一代都扣上去了啊 这样完全可以侧踢 前后 然后膝盖 这一块部件可以单独去动 这个蹦上护膝 它应该算是大腿的一部分啊 这样子 造型它是完整的 前裙甲是这样侧边 打开 所以他可以往前面 再踢一点点啊 这样子 那后踢的话呢 也可以踢挺多的 平举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脚的一个接地也是有的 几乎可以说吧啊 他的一个人形 已经是一个可动度非常高的 一个变形金刚的玩具了啊 加上无死角的一个缺 无死角的这个造型来说 可以说吧 你即便不变形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霸气的玩具啊 那我们来进到它的变形环节吧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拳头给收进去好了 那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食指要扣到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呢 才能够顺利的把拳头给塞进去啊 请记得一定要把食指给塞到这个位置 两只手臂收进去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它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在这里 这一带 这个结合卡扣我们就是把手前胸后面这样推开 就直接推到后面去了 然后这里整个空间拉出来 再来呢 把头给翻到这里 这个时候呢 为了不要让头铺攻出来 我们可以把头寻到180度 实际上说明书也是叫我们这样子放了啊 然后呢 这两片部件的话呢 可以推出来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裙甲的话呢 这个部件抬起来往后面推过去 这里 抬起来往后面推过去啊 腾出空间而已啊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怎么做呢 把这个脚从这个地方拉开 这两侧 这个部件拿出来 然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腿的话呢 这个内侧这一片部件啊 这里有一个结合的 一个卡扣在这里 松开 松开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小腿的这个筋部部件 整个包上来 它有两个解解锁的地方 一处在下方这里 下方这个地方解开 然后呢 上方呢 这个 这个松动关节 跟它的上方 还有一处的松动关节要解开 啊 因为我刚刚太用力 已经把两个都推开了 脚掌塞进去之后呢 这里往上面推过来 这个黑色的凸扣进 这个银色的凹 这样子 推上去 给卡上 这个部件呢 再次盖回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推回来 折反方向 折出来 好 到这边 这个腿是已经缩短后的样子 另外一侧呢 也是一样的 先把这个地方解开 打开 然后呢 这个地方 下方 上方 这里下方解开 上方 再解开一处 然后呢 脚底板翻进去 推上来之后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黑色的凸 对上 银色的凹槽 这样整个往上面 推上去 好 扣上去了 然后这块部件 放下来 折 过来 到这边 好 两腿的话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把它翻到 正面这里来看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这个形象 我们把这个腿 怎么样 转到这里 这个有没有很像 我们先把裙甲还原 裙甲还原 这个推过来 有没有感觉 你看 这个部件推过来的时候 裙甲会把它给抵住 刚好 这样子过来 然后这个地方 扣上去 这个感觉是不是很像 电影第二集 的这个 Megatron L级的那个Megatron 的一个变形 对不对 这里 好 我们就这样子 把它给扣上了 再来的话呢 最后 对了 这里 还有一处 铝带 从这里把它给 拉出来一点点 拉出来一点点 如果你不拉出来一点点的话呢 待会坦克呢 在放在桌上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倾斜 那最后的这个手臂啊 就会 这样子 它这里是个双动关节啊 这里是双动关节啊 我们把它给往内推 往内推 然后呢 两只手臂的话呢 转动这个位置 转过来到这里 它的话呢 应该是把怎么样 它的手腕 可以转的地方在这里 它有一个 开口的一个口在这里 开口呢 要让它能够往内折 但是呢 我们要把孔跟开口 折同一个方向 这边也是一样的 你看找到这里 它是给往内折的 但是我们要把孔 转到跟它同一个方向 好 往中间来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它是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泡的话呢 这个部件 打开 然后往上面推上来 到这里 这样一来的话 两边就都有凸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再来组合 到它的手臂这里 先扣其中一边 就可以了 再扣另外一边 好 它的目的就是 只要能够把它 扣进去 然后两手中间 这里有一个结合卡 就这样子 OK 是吧 是不是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好吧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 一个坦克车的形态 就是它是 它是 坦克嘛 说它是 高射炮 可能还更好一点 不过反正都是 外星球的东西 我们也就没有太 太去计较这么多了 这个形象的话呢 就大概就是 如此这般 主要是它能够转动啊 这一点就有加分了 还能够上下 稍微做一点转动 这个炮这个部分的话呢 本身的话也是 可以再做一个转动 你可以把它转到这个 这个朝上方 应该是比较漂亮的一个 一个角度了啊 那这个本身 这里 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 你愿意的话呢 可以再把它往前面 折一点点 放到这边 这样子的话呢 我感觉 这样子应该是 比较像坦克啦 然后往后放是 比较像 像 像 像高射炮 啊算了 反正 这个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反正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总而言之的话呢 以我的话 我可能还会习惯 把它 往前面放一点点 这样感觉好像 比较 像是这个 越南大战里头的 坦克车的一个样子 那 就 涂装啊什么的话呢 因为本身 人形就涂得很漂亮 所以这个就当成是 OK 你不能说它是完全送的啦 因为它毕竟 它就是说它是一个 赛星球上面的 坦克 好不好看 我觉得也不算太差啊 也不算太差 那它的一个飞机的变形的话呢 我呢 来做一下从人形变到飞机 好了啊 首先全都是一样收进去了啊 再来的话呢 一样把这个部分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一块部件给挑出来 这里 头放进去 到这边 我们把里头 这个飞机的头给翻出来 这两边部件给按下去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呃 手部这个地方 一样 推回去啊 这个背部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它先回复到圆状 然后呢 胳膊 往下 放到飞机的下方来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变形腿的部分 裙甲 一样 推到侧边 这里 啊 脚的话呢 先把这个地方给拉出来 做出一个 呃 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方式 我们这个时候呢 注意到 这里有一个洞 这个洞呢 要把它转到前方去 它待会要跟这一片 这一片裙甲里面有个图 要跟它做一个结合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 洞转到那一侧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部分呢 转到侧边 然后呢 将这个膝盖转下来 这一片部件推出去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将它的 这个小腿这个地方 一样的 把这片部件 给解锁开来 解锁 翅膀翻出去 一样把这个地方 塞开来 我们的目的呢 只是把这一片部件 原本的坦克的履带 这个部件 给往外 翻出来 好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飞机的一个 上半部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一片部件 先扣这里 这里 有个部件 把它给扣进去 卡进去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一片脚放进来 这个推过来的时候呢 注意看一下 这里 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忽略 这里有一个倒钩 在这里 它跟银色部件里头呢 是有一个 有一块凹槽的 在这里 可以看到啊 我们呢 必须把这个地方给扣进去 好 这里卡进去 这里卡进去的情况下 脚底板的这个地方 这个凸 就会跟里面的 中间的这个洞 刚刚变坦克的时候就扣这边 变飞机的时候扣这边 这里就会 刚好能够扣上 好 我们呢 再次的把它回到 这个位置上面 然后怎么做呢 把它给卡上去 到这里 这个呢 是吧 打平 这个就是一侧的飞机的一个 这一侧就算变了 两腿 折成这个形状 好 那再来我们就看到底部 这里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 这个 洞 我们在这边就定位了 我们把裙甲 这个地方 往下压 当然这里可能还要再微调一些方向 这个地方的变形的话呢 真的就是硬凹了 我只能说就是把这个形状给凹出来 呃 也有点像领袖之正的那个 Voyage Class的这个 Megatron是一样 这就是一个硬扣的一个方式 那最后的话呢 你看他这里有一个凹槽 两侧的凹槽 他就是要扣手臂 手臂的这个地方 然后又有个凸 我们就是把这个地方给 想办法呢 给扣进去 这个真的是 呃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我的这个扣法 它就是这个样子 扣上去 真是硬把它给扣上去啊 没有什么别的啦 这边 所以说这个飞机的形态是 真的是有点 就是非常非常的牵强 非常非常的牵强 两侧都扣上之后呢 其实他没有办法扣得很紧啦 就我觉得只是刚好 最主要是这个裙甲 这个地方扣紧的话 两腿的话呢 就不会说去随意的摆动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他的一个 交通工具的形态 一个飞机jet mode 呃 嗯 我还是一句话 我基本上可以接受 它是一个赛星的载具 那他的这个炮往哪里放呢 你可以把它直接按照说明书的一个方法 就直接扣在上面 但是这个肯定是 因为它只有一管炮 如果你是两管的话呢 可能感觉还协调一点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只能一样的 把它扣在手臂的这个位置上面 那炮的话呢 就扣到下方 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 非常的 有点痛苦的过程了 哦 理论上呢 他应该这个地方应该要能够继续扣上去 硬要扣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歪七扭八的形象 那我个人会形象说不用那么在意啦 反正就就这样子扣 以单以这个造型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尚可接受 那下方有一点歪七扭八的造型 这个我也就不在意啦 那这款玩具的话呢 毫无疑问 它的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一个人形态 可以说是做到了非常的漂亮啊 号称是无死角 这个的话呢 倒是真有几分的道理啊 应该是说没毛病了啊 那至于它的一个两个载具形态的话呢 我自己也是属于能够接受的范围 那作为一款电影系的Megasur来说 它称得上是一款 也算真的是优秀的作品了啊 那目前的话呢 价格比较高一点点 当然各位就亮眼而为了 那至于说 你有没有必要把它给购入 这全看你个人的需要啦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么高人气的角色 却用一个非常少的供货量 让大家这样子想买玩不到 我就觉得很奇怪 而且你本身就是已经官方的产品 你已经是一个有点疲软的状态下 你好一点的作品 你反而让人家买不到 那你到底怎么推光你的东西啊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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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